有中国歌迷哭说 希望可以高铁去台湾 他们认真觉得2035年 就可以实现搭高铁到台湾 高铁到台湾还远吗 坐着高铁去台北 消灭台独解放台湾 台湾当归统一中国 我们来看看一连串台湾网友的回应 睡觉吧 梦里什么都有 加油哦 有用比较快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梨 英国乐团Coplay 最近刚结束在台湾的演唱会 最后还说 谢谢这美丽的国家 叫台湾是国家 小粉红又要哭了 但是这次他们只能够默默的哭 连抵制都喊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Coplay根本就不去中国 Coplay今年在亚洲的群回演唱会 有日本 台湾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菲律宾 但是行程里就是没有中国 中国粉丝一堆人只能够喊羡慕的难受 这辈子让我去一次Coplay的演唱会吧 不要让我再刷到Coplay演唱会的视频了 羡慕的难受 羡慕死谁了 直呼上面一篇文章 Coplay为什么不来大陆开演唱会 什么时候能来 是这样说的 大家都喜欢Coplay的音乐 希望CP能够来中国一趟 为我们唱上几首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自从CP出道至今 似乎从未到过中国大陆 最近的就是香港 按理说中国的市场日益壮大 来上海唱一场可谓引起空前浪潮 但是为什么CP能够跑遍整个欧洲 北美甚至日本都不来大陆呢 文章里面解答说 其实跟Coplay的政治立场还是不无关系的 Coplay除了音乐本身外 平时对社会政治活动还是很热衷的 国际乐实惠 国际特赦组织 公平贸易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去看看Chris Martin手上的tattoo就能明白 Coplay对于中国政府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成见的 尤其在西藏问题跟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上 跟政府颇为对立 所以据我分析 根据他们的一贯政治立场 到大陆来开演唱会 就会显得他们思想存在 背拗瑕疵 亦为人所不识 短期内想在上海甚至北京 看他们演唱会基本没什么希望 当然乐团的商业演出终究以利益为重 当CP的权衡突破一个点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会考虑来中国 接下来就看中国的政治运作能不能突破那个临界点 作为我个人还是保持比较乐观态度的 三五年内应该可以 好吧 这个文章是2011年的 现在都已经要2024年了 COPLAY还是没有去中国 中国粉丝只能够在墙内羡慕 每年都还有人回到这篇文章留言 2017年说八年了 然后那一年刚好台湾又开了一场COPLAY的演唱会 所以有人说 刚看完台北的演唱会 此生无悔 2019年继续等 都快2020年了 9年了大家别等了 散了散了 2020年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上次做梦还梦间去了COPLAY的演唱会呢 2021年依然在等 2022年了 有希望会来大陆吗 如果来的话可能会在香港 香港快放开了 然后是台湾省 这些粉红的逻辑真的很好笑 如果台湾真的是中国的一个省的话 你就看看台湾还看不看得到COPLAY 等不到COPLAY在中国开演唱会 很多中国粉丝只好到国外看 这一次COPLAY巡演日本场 就有中国粉丝举着China的标语 那主唱Chris Martin也回应了粉丝的热情 所以现在可能你做些时候 现在是时候要到你身份 我看了信任永远的词 我看了信任永远的词 我们看到了信任永远的词 这信任永远的词 我看了信任永远的词 什么是中国爱的 我还不能读得 我还能读得 你到了吗 我还不读得 你到了吗 之前coplay实际情况到底怎样 没有人能够确定 因为在中国不透明的环境下 大家只能够凭借着蛛丝马鸡去猜 不过现在看来 没有在中国开演唱会 应该就是被中共当局封杀了 至少这几年应该是这样 有微博网友解答 coplay有一个音乐合作伙伴 Alan Yacht是很支持西藏的 组织了自由西藏演唱会 很多参与了这个演唱会的西方艺人 后来都被中共封杀 那有中国粉丝就不爽就留言说 一个大国需要紧紧限制住文化流入 来保证几个唱歌的 不会使自己的政权不会动摇 还有粉丝说 哼我不开心 每次喜欢一个乐队就被禁一个 就是想看场演唱会怎么啦 你有本事连歌都禁 不然我表示不服 惊叹好惊叹好惊叹好 那说到歌呢 还有乐迷认为 coplay不能够在中国开演唱会 跟他们的歌词也有关系 coplay一首歌 Spice里面是这样唱的 美国网站Song Facts就分析 这首歌因为煽动性的政治内容在中国背禁 尽管歌词没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国家 不过2001年的时候 在伦敦的一场音乐会上 主唱Martin对禁令发表了评论 他说 这首歌在中国被禁止了 我们觉得无所谓 如果你倒着放 你会听到让西藏自由 那除了这一首Spice coplay还有一首很著名的歌 是粉丝都一定会知道的 就是Everglow 这首歌的Single Version 在MV的最后面 加入了拳王阿里1977年的演说 我很喜欢最后这一句 人生很短 何不用它来做点好事 但是显然 这些正能量的东西 跟中共的意识形态不符 而且中共渲量的是无神论 因为中国人除了共产党 不能够有其他信仰 中国粉丝真的蛮可怜的 不想伤心 可以听听爱国歌曲就好 那我看到最好笑的 有中国歌迷哭说 希望可以高铁去台湾 他们认真觉得2035年 就可以实现搭高铁到台湾 因为对岸一厢情愿 把台湾加入到金台高铁 号称是2035年通车 有网友就发现 台渡地图上面还可以看到 从福州到台北 只要46分钟 而且只要10.1元人民币 大概是45块新台币 一堆人就在那里喊 早日实现早日同 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举手提前报名坐高铁去台湾 然后又有我们上一支影片说的那种 留倒不留人的无人性发言 校王统一的吸引来大陆 打起站来可以直接炸楼 至少这个还比较有人性一点 说要留下一部分的人 恭喜小粉红离变成人类 又更进一步了 高铁到台湾还远吗 坐着高铁去台北 消灭台独解放台湾 台湾当归统一中国 台湾立刻回归 我要高铁直达 那我们来看看一连串台湾网友的回应 睡觉吧 梦里什么都有 加油哦 游泳比较快啦 翻了 翻了 am